哺乳動物的膏丸構造常以兔子的為觀察材料 一來是材料取得方便 另外就是構造比老鼠的大有利於觀察 打開動物組織的撥片盒 找到我們要觀察的撥片 兔膏丸 然後放到顯微鏡下面去做觀察 接目鏡選擇10倍 接目鏡選擇4倍 反光鏡選擇平面鏡 用光圈調節亮度 用調節輪調節焦距 膏丸的表面有一層尖厚的纖維膜稱為白膜屬於結地組織 膏丸的裡面則充滿著許多的區隙筋管 管子與管子之間還有尖質的構造 區隙筋管可以產生精子 而尖質則可以以分泌雄性激素 接著我們把倍率放大到100倍 這是100倍的影像 接著我們把倍率放大到400倍 這是400倍的影像 接著我們用軟體模擬放大到1000倍 這是1000倍的影像 基底膜的外側有激樣細胞 內側有晶圓細胞 區隙筋管有製造晶質的功能 即管壁上的晶圓細胞一邊減速分裂一邊往管腔中央移動到發育成晶質 發生了晶質生成的過程 晶圓細胞有的有失分裂產生其他的晶圓細胞 有的則開始減速分裂轉變為初級晶母細胞 初級晶母細胞沒有與細晶管的基底膜接觸 常處於第一次減速分裂的前期 在進行第一次減速分裂之後轉變為次級晶母細胞 次級晶母細胞細胞較小 在進行第二次減速分裂之後轉變為晶細胞 晶細胞細胞也較小位於接近管腔處逐漸發育轉變為晶質 晶質在形態上產生頭部與耳部 但能尚未完全成熟 然後脫離管壁進入管腔輸送到腹鎬 繼續發育成熟 肚子的晶質頭部形狀比較細長 而人類的則比較成軟圓形 晶脫離細胞高的柱狀細胞 細胞核部規則狀對生殖細胞產生多種功能 包括智質保護提供營養等 另外還可以分泌物質與幫助成熟晶細胞的釋放 接著我們觀察兼職的部分 晶質屬於疏中網狀纖維組織含纖維母細胞、膠原、血管、淋巴管與萊迪式細胞 萊迪式細胞及晶質細胞 細胞腸圍圓形或多角形 細胞核圓形囊泡狀 萊迪式細胞可合成分泌雄性激素 例如搞固酮 編成分泌雲